究竟是不是有这么严重 恐怕双方认知不同 但是我们来看看 有顾客来到了台中这家 知名连锁素食店点餐 没想到柜台的年轻男店员 是用手不停的搓揉鼻子 再用这个搓揉过鼻子的手 来触碰点餐萤幕及处理食物 让顾客看了一阵反胃 抱怨太不卫生了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这个动作 让点餐的顾客话才说出口 就吞了回去 我们再看一次 我想请问一下 服务生举起右手 大幕哥和食指 在鼻孔的里里外外 搓搓揉揉 再用手掌背抹一抹 慢动作再来看一次 一二三四五 总共五次揉揉鼻 总算舒服了 顾客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继续问下去 不过 我那个早餐都要先 早餐先做 对 早餐先做 我鼠笔也要先这样的哦 男店员的手指就像不听使唤 右手揉完 换左手接力 摸过鼻子的手 又在碰触点餐的一幕 顾客就担心 食物会不会被间接污染 既然是员工忽略了啦 公司的要求就是说 你其实就是应该要 洗手 然后消毒以后 再回到柜台工作站 实际到这家知名 连锁素食店了解 原来这名男店员 鼻子过敏 每天都得力尖两小时 鼻子发痒的症状 不经意的用手 疏解养肚 虽然情有可原 不过在餐饮店工作 卫生质上 顾客看了难免倒胃口 中天新闻陈广瑞 陈宇柔台中采访报道